趁著公投黃金舟衝刺 立委高金素媒的公投小戰車 再度出現在高雄街頭 喊出四個都同意 路上有不少支持者跟著回應 而同樣主張也出動公投戰車的 還有國民黨立委孔文吉 亮黃色看板印著四個都同意字樣 孔文吉的兩台公投宣獎車 在上週就已出發前往各原鄉地區 而立委政天才也趁著週末活動 在花蓮進行公投宣獎 同樣派出宣傳車助政 此外國民黨也與球鬥團體 號召民眾走上台北街頭 活動當中更能見到不少藍營大咖的身影 他們說不會影響到藻礁 可是立委專家去看 就發現他那個棧橋的鋼梁 直接插在藻礁上面 他們在騙大家 而且我覺得經濟部長說 如果不見的話 我們會損失137億度的電 我告訴各位最好的辦法 就是重啟核四 因為核四一年可以發200億度的電 回頭看藍營的四個都同意主張 由黨內所提案的反萊豬議題 主要已故實安的層面與反方爭辯 至於公投綁大選則稱是審時又方便的表決方式 另外在重啟核四及互藻礁議題上 由於是民間所提 國民黨內部朝向支持民意而喊出四個都同意 我們如果對大選不滿意的話 我們四年可以再投一次 可是這些重大的公共政策議題 食安的能源政策的 有關於我們民主品質的 這些是一旦 一旦他走上一個比較錯誤的道路之後 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挽回的 麗拼四個都同意 國民黨也預計在17號公投前夕 舉辦民主首頁活動一路到18號投票當天早上 即使放眼各家民調中心統計 重啟核四及藻礁議題 政方雙方的戰況持續膠著 政方要如何讓自己的主張理念得到大眾認同 這個禮拜就顯得相當關鍵 有些新聞 阿斯普羅利亞台北市採訪報導 郭靖君